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评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骏 今天的新闻焦点 首先聚焦在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 黎巴嫩官员表示 只有美国能够介入并终止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战斗 随住以色列的空袭 导致真主党高层指挥官死亡 这场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 联合国安立会也将召开会议讨论此事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两国正在努力寻求和解的途径 最近的外交举措显示 双方都容易解决边界争端并加强经济合作 尽管仍存在不少挑战 但分析人士对未来的发展持谨慎乐观态度 最后我来看看美国海军的状况 由于中国的造船业迅速扩张 美国海军面临着舰船维修延迟的问题 美方正在寻求与日本合作 扩大日本对美军舰艇的维修能力 以保持其海上力量的优势 这一合作计划虽然面临法律和安全方面的挑战 但对于美国海军来说 却是解决维修积压的关键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近期以色列对贝鲁特的空袭 导致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库拜西丧争 黎巴嫩卫生部长称自冲突开始以来 已造成569人死亡 1835人受伤 黎巴嫩外长表示 只有美国能在中东局势上发挥作用 批评拜登的呼吁缺乏力度 联合国秘书长警告 黎巴嫩若成为另一个加沙 后果不堪设想 随着局势升级 英国已开始撤离其功名 而真主党则声称一对以色列发起反击 紧张局势令国际社会深感忧郁 在另一度与中国正在努力改善关系 尤其是在边界谈判和经济合作方面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与中国外交部长的会晤 被视为重要进展 印度外长表示 双方已解决75%的接触问题 尽管贸易额大幅增长 印度仍面临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 外界呼吁印度应访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 以促进经济合作 分析人士指出 建立信任和解决边界争端 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 同样 美国之音中文网指出 美国海军正面临维修延误的问题 迫使其寻求与日本合作维修舰船 以维持海上力量 美国驻日大使认为 这项提议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至关重要 但也面临法律和公众舆论的障碍 尽管日本在安全政策上逐渐转变 但其民众对增强军事参与的支持程度尚不明朗 美国和日本的合作在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中显得尤为重要 但也需谨慎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以避免引发更大的地区紧张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中国对缅甸少数民族武装组织施加压力 要求其与被视为亲美的反对派切断联系 这一行动主要针对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 安定典燕金族成员为国感族裔 位于与中国接壤的缅甸东北部 分析师指出中国此举反映了其希望在缅甸保持政治控制的战略利益 尤其是在民族团结政府与其他反对派力量之间的关系起张之际 尽管同盟军表达了与中国合作的意愿 北京却未对此作出回应 而缅甸军方则继续在该地区进行军事动导致平民伤亡 在另一篇报道中 美国情报官员表示 中国伊朗和俄罗斯在利用人工智能影响美国选民方面 定位取得显著成效 尽管这些国家试图通过生成合成内容来影响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 但美国情报机构认为 人工智能的使用尚未对选举产生革命性影响 美国官员指出 这些国家在使用人工智能方面更多依赖数量而非质量 却面临技术和资源的限制 此外虽然这些国家在进行影响力活动 但传统策略仍然被认为同样影响 此外美国之音还报道了香港学者对学术自由的担忧 人权观察和香港民主委员会的报告揭示 自国安法实施以来 香港的学术界面临着严重的自我审查和政治压力 教授与民主相关的课程可能会被视为煽动甚至遭到举报 甚至遭到举报 学者们在申请研究经费时常常自我审查 担心触犯法律 报告强调香港的学术自由正在倒退 呼吁政府停止打压学术自由 并要求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的学术环境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的 卡塔尔于9月24日正式成为第一个加入美国免签证计划的海湾国家 标志着这一计划的扩展 美国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联合宣布 卡塔尔已满足严格的标准 包括较低的拒签率和签证预期率 该计划允许卡塔尔公民在无需签证的情况下前往美国 停留时间最长可达90天 而美国游客在卡塔尔的免签停留时间作为30天 塔塔尔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包括在加沙停火协议谈判和阿富汗撤军中的关键作用 这进一步巩固了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同日中国商务部对时装公司PVH开调查 因其涉嫌抵制来自新疆的产品 PVH出私旗下拥有知名品牌如汤尼 希尔费格和卡尔文克莱恩 中国指控呆公司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 违反市场交易原则 塑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此举是对美国政府限制新疆产品进口的反制措施 PEE找事将遵循法律 并与中国商务部联系准备作出回应 此次调查显示了中美之间在贸易和人权问题上的紧张关系 在台湾总统赖清德明确表示 台湾绝不可能签署和平协议 并强调捍卫国家主权的重要性 他在记者会上提到 将成立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 以应对各种灾害 增强民防能力 赖清德重申 台湾的未来应由2300万人民决定 绝不容许外来势力的侵略与吞并 他呼吁与民主阵营共同抗衡 强调和平要依靠实力 而非一纸协议 而非言论引发了中国国台办的强力反对 指责其贩卖两国论 进一步加剧了两国论 进一步加剧了两岸关系的紧张局势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在联合国大会的年度辩论开场中 中东和乌克兰的冲突成为焦点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 加沙战争的蔓延可能使整个地区陷入恶梦 他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停火 并推动两国解决方案 美国总统拜登强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家庭的苦难 呼吁达成停火协议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愤怒指责以色列进行民族清洗 称其行为类似于历史与历史上 希特勒的暴行 约旦国王阿伯杜拉也指出 以色列的行为使人道主义危机加剧 并明确表示约旦不会成为巴勒斯坦人的替代家园 同时卡塔尔的埃米尔参与调节努力 称加沙局势为种族灭绝 在乌克兰方面 泽连斯基总统在联合国安理会强调 只有迫使俄罗斯接受和平才能结束冲突 并指责莫斯科准备袭击乌克兰的核电站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呼吁各国支持乌克兰 警告如果停止支持 乌克兰将面临灭亡的危险 此次会议共有194位发言者 其中76位为国家元首 古特雷斯呼吁实现更大的禁别平等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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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